首先喔 因為我們的那個 寬度是太窄了 所以等一下要下達一些指令喔 寬度太窄了 不喜歡 所以呢 你可以再登入之後 輸入INIT控格5 變了INIT控格5 這個指令呢 可以讓你把這個文字介面變成圖形介面 變圖形介面 那這個圖形介面呢 登入喔 你可以用這麼登入啊 DIC 先登入 障密碼都叫 DIC 來登入 盡量不要用到root啦 盡量不要用它 跟考試不一樣 不過我的解析度太窄了 不喜歡 怎麼辦 有很多辦法可以調啊 我先 因為放大之後 它那個 會縮小一點點 不要緊 好 來 系統工具中端機壓軸 左鍵部分把它拉出來 放開 在這邊點一下 比較快速按印象喔 給它拉近一點點 來 第一個 先切換身份一下 OK 好 密碼叫做 123456 先切換身份一下 SU-號 讓你變成root 變成root 上禮拜二常過程才是系統管理員喔 另一時系統管理員 輸入第一個指定 我要查IP IF config enter 我要查IP 你知道哪裡看到IP 來 這裡看到一個IP 這裡看到一個IP 哪一個才是對外的 OK 127我們剛剛講這個是class A對內的 對不對 好了 那這一行喔 我是S1的第一張網卡 從零二開始編啊 第一張網卡的IP是這樣 這邊我們要看哪兩個參數 第一個叫IP 第二個叫Netmask 第一個叫IP 第二個叫Netmask 這是class B對不對 兩個感覺沒問題喔 跟白板不一樣喔 我們等一下是要設定成白板的模樣喔 真的有意到喔 好 所以這邊 前面上面白板兩個做完了喔 那 Gateway在哪 Gateway呢 我們叫路由 所以用lots-n 這個減N很重要 你沒有加上減N的話 它會幫你轉成 主機名稱 排口 礦物 我們重點是想找IP 對不對 所以lots-n lots-n entr呢 他告訴我 注意啊 重點是四個0開頭 四個0開頭 代表 你看喔 這個是目標 這個是Netmask 再看一遍 172.16的class B 它沒有Gateway 用的是廣播 這個介面廣播 這個網域的 沒有Netmask 所以0 斜線0 代表 不特定網段 不特定網段 請你傳到這裡來 所以由這一個幫我送出去 所以我的Gateway 是這一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我的Gateway 是這一個 OK 好啦 所以有1 2 1 2 看完了 第一個叫做 第一個叫做 RFConfig 第二個叫做 Lots-n 再來 我的區網 裡面用的DNS是哪裡 你可以用Dig 查一下 Google Dig 查一下Google 那 它會告訴我們 當你Dig的時候 它會說 我的Question 是要找Google的 Address IP的意思 Address 什麼位置 Answer是回答 它回答這些 哇 這個東西有這麼多IP 每一個主機的IP 我會用哪一個 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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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透過DNS 就可以分流了 我什麼事都不用做 透過DNS就分流了 很棒吧 再來 最後一個 Server 是這個 透過的Pol是53號 所以我的DNS是哪一個 這樣會查嗎 就這三個指令 把我們的這個 資料幫我查一下 OK 看看啊 這個指令在查什麼 IT跟Netmask 這個指令在查什麼 Gave 這個指令在查什麼 DNS 這四個參數要都正確 你的網路才會正確 拜託一下 留意一下 這三個先丟進去一下 好 查一查 然後你直接學習一下 15分鐘 10分鐘後再上課